外人人没素质 老肉病态上来不得扔过 老肉病态你年轻人有残疾人上来 你就应该疼过 懂吗 懂吗 你没这素质 上美丁要饭来了 小点子 你会小点子 还有你人子女的份 北京少都往个家 刚开始的上车的时候 不是刚刚一期我有残疾症 那为什么 然后我就直接来 让开了 坐下来之后 他就开始不停地骂 他主要觉得是 他上来之后 人家应该不用他说 就直接主动地让 但是当时说实话 他一上去立刻就喊了 就根本没有 北京人怎么了 我上来你们小年轻的 站在这老肉病态 坐你还那什么 赖谁呀 我这里残疾 这坐就应该是我坐的 因为我二万一里 我能在北京 我还真是正方疾人 他说他有残疾人 但是说实话 真没有人感受到 说不乱跳的 因为当时我让了之后 他直接是把我推过去了 他的意思就是 北京不该有这么多人 年轻人都不应该坐着 还有什么反正 说得特别难听 也可能是心情不好 那你才就是故意找 找找找 然后小姑娘 估计说他嫌他说话 太难听了 有点吵起矛盾 然后就说了两句 然后就因为 那姑娘说了几句之后 然后就开始 上瘾似的慢了 说实话 当时特别生气 特别后悔 当时没有立刻报警 后来想想也不知道 今天那么大年龄 万一他真的躺到 我车上 你找谁说就听 我车上瘾优独播剧场